我們今天共有十組報名Lightning Talk Lightning Talk是只有五分鐘的時間 你必須告訴大家 你這個專案要做什麼 然後你這一次的黑客中完成了什麼內容 然後接下來需要什麼的幫忙 那時間會非常的strict 所以剩下一分鐘的時候 會提醒你身外的提問 OK 有點小聲 不過你知道就是 OK 那五分鐘到的時候 你的線會直接被拔掉 你這麼嚴格 OK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大家好 我是昌剛 那剛好是第一個專案來上 我覺得剛好承接上一個 因為我們知道說 居民地已經做了六十個專案裡面 不管是福利傾聽 或者是政治獻金 甚至是公務人員財產申報 就是有好多個分眾搜集品 能夠幫我們去監督公 譬如說政府公務人員 那今天提案的一個新提案 我們要做的是貪污案件的查詢網站 那在這兩天我們就發現到 在資料科學上來說 這其實就是一個跟判決書戰鬥的一個故事 那老生常常說 貪污其實比強盜或小偷還可怕 大家可以理解說 因為他也許 貪污過小偷他是為了生存 可是白領犯罪 他其實是剝奪了很多平民的財產 所以我想 GMP在做很多通話來說 我們努力去讓人民 能夠知道說 到底是哪些公職人員 跟大義士辜負人民的信任 那這個時候 要做一個貪污事件 一個貪污人物的搜尋引擎 那就難在說 我們到底要去哪裡取得資料這件事情 不管說從新聞啊 不管說從網路上截取或什麼的 我們知道說不管是任何政黨 或任何人 其實都有 不管是無黨籍、有黨籍 他其實都有很多的貪污紀錄 那其實大家最想到的是說 其實最容易拿到 大家最可信的一個基礎 應該是先從判決書下手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從判決書的戰鬥故事 所以呢 我們這兩天 這之前呢 我們就download了幾千份的判決書 他的條件是跟貪污治罪條例有關 那我們就把它轉成了CSD檔 那我們大概查過了 這十年內跟貪污有關的 大概有接近一萬筆 一萬筆判決書 那判決書的結構就很有趣了 這是對於做文字爬書的工程 也就是說 雖然他有很多分中的欄位 從他的字號 從他的背道 然後他會有阻聞 以及整個的室友 可是這個問題呢 困難點就會在於說 如果我今天要查詢到 做一個搜尋引擎室 你丟任何政治人物進去 他到底有沒有犯貪污相關的法律 以及其他的其中的年度別 或者說地區別 他的犯罪事由 很麻煩的是在判決書的結構上 他幾乎都是在祖文的 祖文這個摘要的欄位上 而因為不同的法官 他會用不同的筆法 所以其實就變成是 你要去判出他的資料 會相當的棘手 所以這次兩篇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前輩 我們是給了很多的建議 是他們給了我們好幾個 Solution 參考 例如說 去寫大量的 Regular Exploration 去掏選說 某某某辦什麼罪 先掏選一次 某某某辦了什麼罪去寫 第二個是 如果有更高的建築法 是寫一個Machine Learning 就是寫出一個Model 之後 把幾千份的判決書 丟進去 讓他去跑 看能不能跑出東西 或者是我們也試著他 如果用中文段詞 能不能先讓資料 和可令來使用 然後也有人告訴我們 要不要試著 用Google Search Solution 建議引擎 做一次的逃選 那當然因為 受限於時間 我們可能 暫時到現在 我們先寫了Regular Exploration 去做第一次逃選之後 能夠握露出一些裡面的資料 當然就是因為這兩天 還在初步的狀況 那當然就是 很謝謝說 這兩天的過程中 有很多人 即是在會議演講的中間 去給我們很多的建議 然後也謝謝頻率網 因為他們在處理 探決書這件事情上 有很多的經驗 不管是基礎面 或非基礎面 他都給我們承諾 去協助來幫忙 所以到現在 我們還是繼續 徵求更多的後段功能 是特別是自然語言 處理的 有經驗的夥伴來加入 還有所有關心 去願意監督這件事情的公民 我們都歡迎來去領域來參加 因為我們相信說 民主政治 如果你要從監督開始 才能讓我們的政治 越來越好 謝謝大家